今天是平安夜 寒流来袭 大家可能出去玩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保暖 而局部的低温可能下滩到6度 更可能还会更低 我们就请气象主播吴淑瑞来告诉我们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好 摄尚军 我要先提醒观众朋友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等会入夜之后 各地的温度都会有感降温 虽然我知道现在有些地方 太阳公公还没有下山 但是温度已经开始缓降了 所以说等会要出门的话 记得戴上一件比较厚的外套 另外我们要从云图带你来看 这个是冬天有的特殊景象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从北边直冲下来的冷空气 碰到相对温暖的阳面 出现了有点像是云的阶梯 云街的一个特殊景象 除了这个云街会有在冬天出现之外 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冷空气 它到达哪里的一个指标 而且可以发现说 已经冲到很南边了 甚至超过台湾 也因此为什么这波寒流全台都有感 那么气象局现在也持续针对了 20个县市 21个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清晨 还有明天的清晨 同样的温度都偏低 但是在今天入夜 也就是平安夜 到耶旦节的清晨 这段时间温度可能还会再更低一点点 我们来看这个深蓝色的颜色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靠近山区平地 还有宜兰以及靠近南投地区 代表可能会出现6度甚至是6度以下的低温 而另外比较像是水蓝色的地方 像是在中南部 静山区还有内陆的关系 可能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 也有机会出现8度 而浅蓝色的部分像是南花莲 还有到屏东 以及中南部沿海这一带 则是有可能会出现10度的一个低温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波寒流真的是全台有感 但是在县市局部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说同整的话 我们带你来看到在中部以北宜兰 低温差不多就是在6度到9度 南部还有花东地区是在11到13度 澎湖13 14度 金门马祖是8度到9度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在金门马祖地区观众朋友 因为有强风的关系 所以说体感温度可能会比本岛 还要再稍微低一点上京 好那这两天过完浪漫的圣诞节 下周着紧接着又要跨年了 天气是否还有变数继续请苏睿来带我们了解 好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个比较偏干冷的耶旦节 因为下周的跨年或者是元旦 北部东半部地区观众朋友要注意又要转雨了 我们先来看到下个礼拜五的地面天气图 为什么这一次是干冷 但是下个礼拜周末却是在北东又转为湿凉天气呢 因为我们来看到这个冷高压 它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是离我们比较远的 如果说冷高压距离我们越接近就越干冷 所以说有一点距离了 再加上风场有经过阳面带来一些水气之后 所以封面北部东半部又要转为一个湿湿凉凉 有雨的天气形态 来看到目前的一个预测降雨 主要的降雨确实都会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尤其是我们常说的基隆北海岸宜兰 还有大台北山区都会下比较久 而且雨势稍微明显一点 那么另外呢在平地的部分像大台北桃园地区 整天也都会有比较高的降雨机会 至于中南部还是多云稻情的天气 所以说从下礼拜开始又要转为十两天气形态 什么时间点呢 从这一个温度曲线图就可以看到了 寒流在礼拜一的白天稍微减弱 但这一时候还是偏干 只有东半部有一些水气稍微增加 不过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又要报道了 所以说典型的这种冬天天气 湿湿凉凉的在北台湾 东半部会下雨的天气 从下礼拜三开始又要来迎接了 所有呢在温度方面 我们先跟大家预告 在像是跨年元旦的时候 到时候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的低温 可能在15 16度 高温也是在20度以下 至于中南部地区高温普遍在23到26度 那么低温的部分呢 可能也会有些地方因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 也要注意到有15 16度发生的机会 所以说整天感受起来 在北台湾地区会是一个湿湿凉凉的天气 而中南部花冬可能早晚偏凉 但是白天是比较舒适到偏暖的天气形态 如果你有安排下周的跨年还有元旦活动 特别是要到东半部看日出的话 可能就要碰碰运气咯 因为阴风面水气增加 所以云量也比较多 有安排活动要特别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了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 再把时间交还给上军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